好 好 好 改觀社區古尾書 最近跟基民做回來完成 最上中和客人公園的改作 趴著管來第一座社區型的共用公園 以前基型客用電影 透過我們社區規劃師 大家彼此做了一些小小的加工跟修正 讓這個地方整個看起來更有精神 就好像人一樣 我們把自己的臉洗乾淨 然後稍微化一點妝 突然間會感覺自己的臉長得不太一樣 那這公園大概也有這種感覺 那最主要是怎麼樣大家討論 那想說這樣的空間環境裡面 可以做什麼樣的一個打扮 或什麼樣的妝點 各位主持人許芳瑜說 雖然客當公園的改作 是依公園裡面的樹木來做發展設計 那請就像柴柴的平衡木、柴奥 柴奥、柴草、柴西丁丁 這些設計都是來做環境本身的特色 竟然讓客當公園 新的死命和風貌 在嘉義打造一個有我們嘉義在地性的兒童共融空間 那其實這個環境樹木就是最大的資產 所以我們所有的主題就環繞著這些 這些林木去做發展跟設計 包括說那個林下的一些平衡木的油具 還有樹屋還有一些草坡 其實這樣的一個設計全部是來自於這個環境本身的一個特質 那我們的設計師他其實就是 起了一個很好的開頭 然後也賦予這個公園一個新的生命 綜合幾位處處於郭凱迪基村 這個地方本來是四萬十兆的行李空間 竟然是整齊和志工做會經理幾位 也和柴奥合會 趴著出嘉義地區第一做柴奥 這裡本來是一個荒草非常長的一個 就是說已經其實閒置的一個空間 那我們透過設計師跟在地的社區志工夥伴 那大家一起整理然後重新規劃 那特別是我們有跟樹屋協會來合作 那也打造了嘉義地區第一做的樹屋 那我們希望透過這個方式 一方面民眾可以有一個比較舒適的空間可以重新運用 那這裡也慢慢有吸引一些外地的遊客來做旅遊 那我們也希望在這邊可以協助社區發展一些 推動一些特產的一些銷售 希望未來可以欣賞UK來這裡試圖 也能結合在社區 趴著出另外一種的地方創新模式 記得黃培跟他餐廳報道